记忆是生命的源头 唤醒我们身上巨大的潜能和力量 激发着无限的灵感和创造力 1991年世界记忆之父托尼博赞教授 与英国OBE勋章获得者雷蒙德·基恩爵士 携手开创了世界脑力金标赛 一场被誉为人类大脑运动的奥林匹克 用脑力对决的形式 践行着脑科学的理论争执与发展 大赛分设十项比赛项目 人民投向 二进制数字 随机数字 超向图形 快速数字 虚拟事件和日期 随机扑克牌 随机词语 听记数字 快速扑克牌 构建四大年龄竞赛组别 儿童组 年龄在十二岁级以下 少年组 年龄在十三至十七岁 长年组 年龄在十八至五十九岁 老年组 年龄在六十岁级以上 激烈捐出全球脑力竞技至高荣耀 破记录者只登吉尼斯记录 无需审核 再小生称为世界记忆大师 更是备受世界名校追捧 历经二十七年的发展 大赛赛程横跨三十多个国家 备受全球亿万脑力爱好者关注 造就无数脑力明星 影响力遍及全球 以普及脑力运动 建设脑力中国为使命 2019第二十八届世界脑力竞标赛 全球总决赛 正式坐入在人杰地灵的记忆之都 武汉中国光谷 武汉中国光谷 作为火力无限的科教创新之城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 武汉试验区 拥有近一百二十万在校大学生 和近七万家企业 不具魅力的城市气质 与大赛浓厚的创新范围相得益彰 届时将汇聚四十多个国家 五百名国际顶尖高手 云集武汉光谷 进行全球脑力巅峰对决 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重量级嘉宾作证 引爆国内外媒体 以对大赛进行跟踪报道 覆盖人群数以亿击 挑战头脑极限 做脑力王者 刷新世界记录 不断创造不可能 第28届世界脑力级标赛 等你来战 去梦想 是未来 去挑战 去创造 去突破 下一个奇迹即将发生 到此之下 有关 是 水 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